跃春皆福 手吐淘金 关天圆梦 腰吐接铃 浩哥送暖 腰吐开春 迎求会友 玉兔迎春 祝第一财经的观众们 祝第一财经的观众们 在新的一年 步步高 天天乐 祝第一财经的朋友们 2023 2023 2023 玉兔吉祥 玉兔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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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 新冠疫苗接种了吗 我有高血压 糖尿病 可以接种吗 哎呦 又不太出门 需要接种的 健康状况稳定 药物控制良好的 慢性病人群 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老年人和慢性病人 都是感染 新冠病毒后的重症 死亡高风险人群 接种新冠疫苗 老年人的生命盾牌 叔叔阿姨 快接种 有些事情不能等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公司与行业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陈敏 上周最后的三天 也是我做的代班主持 那几天当中 我记得很明显 市场里边 多数人都会认为 节前这几天 大概就是那样 不死不活的 这样盘下去了 但是这个股市呢 往往就是不随 大多数人的想法去走 周五 上周五涨 今天 本周一又再大涨 这样的话 市场人气 一下子就迸发起来 可是当你市场人气 迸发以后 昨天 今天又连续两天 小幅的整理 今天应该说 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十字心 这样的话 这市场何去何从 春节之前 还剩下三个交易日 这三天里面 我们是持币过年呢 还是持股过年呢 相信这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一会儿我们就只有这些问题 跟今天到场的嘉宾 进行深入的交流 好的 先把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介绍给大家 一位是私募金经理 吴俊琛 欢迎你 另外一位是这个投资顾问 这个汪洋 欢迎你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盘面的情况 那今天A股呢 是缩量窄幅震荡整理 科创50指数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劲 在节日效益下 市场的成交量比较低迷 只有6300亿元 但北上资金 依然是买入了47亿元 今年以来 北上应该说 一共买入了有超过了900亿 这比去年的全年 北上的资金的总量 还要来得多 应该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900亿 应该说相当的汹涌 那么盘面上 今天的大金融继续走强 性创游戏等题材比较活跃 大消费 医药板块则相对比普遍的回调 这是今天的盘面的情况 北上买得很猛 成交量有萎缩 最后还差三天 怎么办 我们跟嘉宾交流一下 先跟吴俊生交流 我记得上周三也是你做嘉宾 我做代板主持 我记得那个时候 你相对观点好像偏向谨慎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观点没有改变 依然是一个由功转手的这样一个心态 就是需要做出比较提前的这样一个预判 还是原来的一个观点 还是原来的这样一个逻辑 我认为交易强预期的这样一个阶段 应该来说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可能我们要遇到了各种各样数据的一些正伪期 另外一点再补充一点 我们除了说到国内在交易经济复苏 海外再交易这样一个美元之外 其实另外一点是需要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接下来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率可能会继续上升 这一点其实是要尤其小心的 因为这一轮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上证它是对于恒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跟随 也就是意味着恒生是这一轮行情最先能够反映出来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指数 无论是说幅度上 还是说整个的一个先行的这样一个意义上 其实整个港股对于A股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牵引作用的 但是如果全球市场发生一定的这样一个波动的话 这一边其实是要尤为小心的 因为我们知道恒生已经累积了不小的这样一个涨幅 从1万5以下到现在2万1 2万2 其实已经有50%的这样一个反弹的一个幅度 这一点是要极其小心的 因为恒生它自身的一个波动并不小 我听明白了 你的核心的逻辑是认为恒生指数涨的比较多 随时可能会有调整 那么恒生指数调整A股势必会跟着一道调整 是这样一个逻辑的 没错 那么你怎么去解释北上资金不断的 今天又干了47亿进来 这个你怎么去理解呢 这就说到我们今天非常核心的一个话题了 那就是北上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向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 北上资金它不代表任何的一个趋势 它也无法代表任何的一个趋势 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走向 包括节奏 包括未来的这样一个大方向 都是由市场的这样一个合力共同构成的 其实我们一直过多的 我觉得看中了北上资金它的这样一个影响 觉得一月份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流入 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北上资金 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向指标 我举一些例子 其实在去年三季度的时候 北上资金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流出 我认为其实在最近北上资金不断的一个流入 只是基于对于当时去年三季度的这样一个回补 确实从数据上来说 这两者是比较吻合的 再有一点 其实北上资金在交易一点 就是在交易我们的这样一个汇率 我们知道整个的一个汇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波动 再有就是北上资金 如果要回复它的一个历史的话 大家都会拿出它过去在单月买幅超过700亿的这样一个数据 上一次超过700亿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出现在去年的大概6月份左右 但后面我们发现7、8月份见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顶部 再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是大家很难以置信的在2021年的12月份 当时无人看空 同样无人看空 北上资金也是不断的买买买 但是之后22年我们也发现了 包括全球市场在内 包括整个的一个A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 所以北上资金我要说的是 它不是万能的 它也正在交易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边际变化 所以这一轮的这样一个行情 这一轮指数的这样一个反弹 一方面是对于我们说到很深的这样一个跟随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于汇率的这样一个波动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政策变化之后 对于将中国经济复苏的这样一个预期的这样一个提振 所以其实北上资金加仓到目前这样一个位置 至少我们能够判断一点是 对于去年三季度的这样一个卖出 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补 去年三季度当十月份 单月就出现了600亿左右的 接近600亿的这样一个流出之后 我们反倒是发现11月份 整个市场建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级别的一个底部 所以究竟它是不是能够代表市场的节奏 以及市场的一个方向 这边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北上资金更多可能影响在它短期的这样一个买入动作 影响市场非常短期的一个节奏 但是我们不相信它能够影响市场的中期以及长期 整个市场的中长期依然是需要有非常明显的市场合力 共同去构成的 而不仅仅是交易边际 交易一个强语气 另外一点我们要说到在资金层面 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于恒生 我们知道这一波恒生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指标 我们说过它的幅度非常非常大 也牵引着整个中国资产 共同的在一个共争向上 但是在恒生这一波50%的指数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 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这一波恒生的一个上涨当中 从资金结构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 其实更多是在于空头仓位的一个回补 以及交易型资金的这样一个回补 其实配置盘当中的一个比重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这也为未来的这样一个波动留下一定的一个引用 再提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全球的这样一个波动率 其实在整个的2023年我们认为并不会降低 所以如果长远看 我们自然对于A股没有问题 是非常看好的 但是从一个中期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追涨 更多是买在跌出 因为全球波动率的一个上升 就意味着会有这样的机会 好的 但是全球毕竟现在没波动 那我再想一个事 你刚才谈的让我想起了一点 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 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当北上的资金达到一定的峰值的时候 然后市场就到头回来了 很简单的道理 钱打光了 自然就回来了 但是今年可能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国外很多多个大行唱多A股市场 然后唱多中国股票 唱多中国股票 然后我们注意到 我也看了那些 就是他的原文的那个报告 关于股票市场只谈了 长期看好中国股票 其他股票市场都没谈 这样的话是否会引起一些国际的资金 战略性配置中国股票 所以表现出来的情况是 香港股票先涨大涨 然后香港股票涨了很多了以后 我们的A股财动 就好像以中国平安为例 中国平安香港是从30港币涨到60港币 而我们的A股只有35人民币 走到今天才50人民币 本来A股比港股贵 现在到过来港股比A股贵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所以你会看到 北上资金大量进入A股市场 也就是说带有香港资金 溢出到A股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了 如果说国际资金真的战略性 看多中国股市的话 那么它是否会出现 近港股和A股的量 远远超我们的预期 就这样的话就不会像去年那样 你看它达到很高就回来 是不是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样一个变化一定是有的 但是它一定是从一个 全年的一个维度来看 现在我们看到 有部分的一些卖方已经在测算 北上至少在2023年全年 会流入多少多少千亿了 但是北上资金我们依然说 它只是整个市场边际增量资金 当中的一份而已 确实在23年和22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但是还是要关注一点 我们现在讨论的更多是一个中期市场的一个节奏 和中期市场的一个走向 如果看到中期市场的话 有一点是无法忽视的 北上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向和汇率本身来说 是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关联度 其实我们看到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在汇率极深的这样一个时候 反倒是股市应该卖出的时候 在汇率极跌的时候 反倒是应该买入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因为北上资金 我们要做一定的这样一个提前量 现在应该来说更多是基于对于中国 整个宏观需求复苏的这样一个预期 包括整个汇率的这样一个波动 说到汇率呢 我也注意到 汇率大家很多人都提到 汇率的变化对股票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股市基本上跟着人民币波动 因为我汇率的话 当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时候 股市往往走好 当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时候 股市相对来讲压力就会比较重 那当然我也注意到了 昨天到今天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特别是离岸的汇率 好像略微反弹了一点点 略微这个绿币 这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新的我流行到的情况 好的 同样的问题 我们也跟汪洋交流一下 这个你是否赞同 刚才吴俊成的这个观点 其实赞同一部分吧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陈老师前面也提到了 整个全球市场的这个 比较偏向于翘翘板的 这样子一个效应 那么有更多的一些国外机构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看好中国的一个股市 所以说资金的这样子一个进流入 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个 比较偏向于理所应当的 只不过它在短线里面的 这个资金量 它可能进的会比较快一点 那么我们觉得 从本项资金本身来说的话 更多的还是需要有另外一个维度 用另外一个指标来对它进行一个 就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 一个看重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股指期货的一个持仓量 前面我老师讲到了 就是每一次在北项资金 大幅流入的情况下面 流入非常多的这个情况下面 都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偏向于转折点的 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同样能看到 每一次遇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股指期货的持仓量 也是在一个新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它北项资金在做 在资金净流入的情况下面 其实在相对高位 在股指期货上面 它其实是做对冲了 做对冲以后 它其实是无所谓 这个盘面到底是往多里走 还是往空里走 他们维持一个 比较偏向于主动的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觉得 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更看重的是 股指期货的持仓量 而最近从我们12月底 到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来看的话 整个1月份的 股指期货持仓量 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低水位的 这么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知道 在这一周来看的话 基本上都是我们 春节前的最后一周 这个可是持仓量 低水位有什么 特别含义吗 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7万手 7万手左右的 这么一个场合 就是它多空是一半一半 也就是有3万5千手的空单 是对这个市场 进行一个比较偏向于 对冲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整个的一个 持仓量在11万手 那就相当于有 5万5千手 那相当于要多了 1万多手的空单 对市场来说 是形成一个对冲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 把这两个指标 就是你不能光看 北向资金 你要把跟着 股质期货的持仓量 匹配起来看 我还没听懂 就是因为我以前 现在我股质期货 跟踪的少了 以前跟踪比较多的时候 好像有一种感觉 从这感觉 没有数据统计 就是当你持仓量 比较大的时候 意味着对冲盘很多 对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市场里容易出风险 因为有的人 股票不抛 我就股质期货 我不看多股票 我期货上就 直接放空 来对冲股票的风险 是的 那你刚才说 现在持仓量比较低 是不是意味着 这种对冲盘是不多的 是这个意思吗 从我们前面的三周来看 都不多 都不多 这周来看的话 因为整个都是一个 移仓的这么一个概念 包括我们去对比 去年跟前年春节 前最后一周的 股质期货的 这个持仓量的降低来比 因为肯定 大家都到最后 肯定是把钱 都慢慢慢慢 从股市里面退出来 肯定有这样一个效应 那么从去年的 同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来看的话 周二是减了 一万两千手 那这次的话 只减了八千手 今天相对来说 比较正常一点 减了一万三千手左右的 这么一个持仓量 也就是 过年了 对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去年 同期来比的话 今年是比去年 多了接近四千手的空单 就昨天一天 昨天的一天 这个多了四千手的空单 我们认为 在这个里面 是有相当一部分 是北向资金 做的对冲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同样会觉得 这个对冲动作 做的不是那么的 就是犀利 没有做的很犀利 因为做的犀利 这个排名就被带下去了 对吧 能收十字心认为 就是可能北向资金 只是因为 在接下来的七天的 这么一个国内长假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面 可能会有一些事件性的 或者新闻消息的一些波动 并不是对于指数 在这个地方直接看空 所以说我们认为 在最近 在这样子一个平稳运行 到这个春节前 甚至是春节后 还可能还会有开门红 甚至是春节后的这一周 我们觉得 还是一个比较保持 偏乐观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就从北向跟估值期货的 你这个最后得到的观点 相对来讲 是属于偏乐观的观点 比较偏乐观的 是这个意思 对 从12月底就开始偏乐观 那就跟吴俊成不太一样 那个有一个问题 是最近很多观众 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设 前面这段时间 有很多观众是 踏空的 对 怎么办 是在节前跟进去 还是要等到节后 再说 你是什么观点 其实我们认为 在很多的一些板块上面 已经出现了 就是它主动压回的 这么一个状态 包括我们前面那段时间 看到酿酒跟食品饮料 在网上去做一个攻击 或者顶盘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银行跟保险 在做一个主动性的压回 或者说是震荡的 这么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 在主板上面 已经形成了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健康的 比较良性的 就你顶一波 我顶一波 所以说整个盘面 在短期里面 我们认为 它还是能保持一个 至少是高位震荡的 这么一个态势 不太可能就直接 出现明显的 这么一个回落 所以说我们在主板 权重顶盘的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 小票创系的概率 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我们更加看好的 是类似于像 国券2000 特别是像科创50这一块 我们最近也看到 很多的类似于 像科创50的 就是688的这些品种 更加容易打出一个 比较高标的 这么一个状况 包括我们最近 从掌停板加速来看的话 其实从市场来说的 还是在50加以下 我们认为50加是一个 这个热度的一个融枯线 它的融枯线以下 整个排名还能保持强势 说明有一些油资 在最后还是在688的 比较偏向于688的里面 还在做一些运作 那么688完了以后 因为有很多朋友 确实也买不到688 那么它还会到 往300里面去做一个过渡 因为它同样也是有 20厘米的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我们认为 在整个轮动短期里面 比较良性的状态下面 我们认为在市场的最后 节前最后几天里面 在时空框架对等 回落对等走得差不多的 那些细分行业 或者说是一些板块龙头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个 比较偏低息的这样子的机会 但是这也是一个短期机会 踏空的节前就直接进去 算了是这个意思吧 虽然说整体来说 可能持股跟持币 有可能还是能保持 五五开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我认为到最后 是应该是有机会的 同样这个问题 我们问一下吴俊成 我猜你可能会相对来讲 如果踏空就不做了 是这样一个观点吧 也不是我说几点 第一个就是在这边 一定是不害怕踏空的 如果害怕踏空 说明心态出现了 一定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说的很直接 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这一波行情 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基于中国经济复苏的 这样一个预期 然后引发的这样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 大级别的这样一个底部的 一个行情 在这样一个行情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你非常熟悉的那些标的 从白酒到互联网 从金融到地产 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招行 平安 还是说腾讯 等等 只要你非常熟悉的那些品种 它们都已经是出现了 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 为什么说强预期的 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是因为 像这些品种出现了上涨之后 就意味着 整个的一个复苏 和我们自身预判的 一个节奏来说的话 其实在第一个阶段 形成了一定的共振 我觉得第一个高点 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当这一些非常大的一个家伙 积累了 百分之四到五十的 这样一个涨幅 甚至更高的一个涨幅之后 其实这边再说踏空 我觉得 总感觉不是那么有滋味 但是这事实 客观就是这样 很多投资者 特别观众朋友 是真的是踏空了 那么他们焦急的是 我上不上车 等到结果再说 还是最后这三天里面 先打点埋伏 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这一部分资产 最核心的那一部分资产 第一个阶段 确定性最高的 那一个修复阶段 就已经过去了 非常明确 就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对于踏空来说 换另外一个词 可能更加好一些 在整个2023年 如果按照年维读的话 那如果你不看多中国资产 那一定是踏空的 但是如果在看多中国资产 的一个过程当中 第一个 你要关心的是一个节奏 第二个就是 关心你买的是哪一些行业 哪一些标的 所以现在其实我认为 比踏空更大的一个风险 是在于你买错资产 因为从去年11月份开始 当政策发生了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无论是说相关的 和消费场景 相关的一些政策 还是说和地产的一个政策 发生了非常大的 一个边际变化之后 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的 资产 中国的一个股市 进入到了一个 非常完全崭新的 这样一个周期 在一个新的一个周期当中 一定是一些新的面孔 能够脱颖而出 但现在我理解当中 大部分的那个思维 还停留在过去 那一个旧周期当中的 那一些相对来说 长时间的一个惯性 比如说现在 依然谈论最多的是 现金制造 所以如果整个的一个周期 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时候第一个反应 一定是调整一下 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 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思维 不要太多的被过去的 这样一个市场 给你的这样一个惯性思维 太多的这样一个困扰 因为起来的品种 未来能走出高度的品种 一定是现在来说 默默无闻 无人关注的一些品种 有没有提醒我们 留心的方向 有可能在未来 就是长期走的 比较好的方向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 政策主线已经非常清晰 扩大内需是一个 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提法 在扩大内需之下 我们也是不断地 表述了我们这样一个态度 到现在来说 11月份到现在 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甚至10月份到现在 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就是先投资 而后消费 所以在这一论 先投资 后消费 此话怎样 中国的这样一个 经济的一个复苏 大概率来说 按照过往的一个经历来说 都是由投资驱动 去带动整个消费的一个复苏 所以和投资驱动 相关的那些品种 其实是应该放递 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关注度的 投资驱动的相关品种 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新旧基建 加上地产的这样一个链条 其实我们看到 新旧基建加地产产业链 对 加上地产产业链 其实这个观点 应该来说是非常清晰的 其实银行也算在里面吧 银行更多 对 也算是一个顺周期的一个品种 但是可能它那个弹性 就不如其他的那些 我们所说的 这样一个基建链条 加上 新旧基建 加上这样一个地产的一个链条 这是投资 然后后面才跟着是消费 对 后面才是消费 这一波只是消费的 这样一个第一个阶段 就是非常有极端悲观的一个情绪 带来的这样一个修复 再有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判断 未来是一个大行情 因为我们其实非常乐观 我们从10月份就开始 一路非常乐观 哪怕顶着市场非常大压力 我们也告诉整个市场 扩大内需 就是未来市场的一个主线 并且倾向于上市指数 会有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行情 如果我们把时间跨度 拉得足够长的话 其实短期市场 在目前这样一个位置 要小心的是 它在自身的一个节奏的一个波动 就是你如果之前 我们假设你已经踏空了 在现在这样一个位置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节奏 不要一进去 就陷入到一个被动当中 所以在一个牛市当中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 不要再开始就让自己陷入被动 那我很奇怪 你既然长线看得那么乐观 为什么那么在短期 这一点波动 现在也只不过3200点 往下跌个200点 跌到3000点也只不过200点而已 你如果是长期看得那么好 为什么这么在意短期的这个 因为其实我们节目讨论的 就是中短期的一个波动 长期的一个波 你实盘当中就不做得那么 长期的一个观点 我们表述的非常清晰 在实盘当中其实更多 就是回到我之前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要考虑 买对哪些资产 现在这样一个位置 哪些资产它是没有空间的 哪些资产是有空间的 这才是我认为 对于整个新周期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说节奏 对 这是永远核心的问题 对 卖对资产 无所谓指数怎么样 对 但是对于节目来说的话 其实中短期的一个波动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就是不要在一开始 就陷入到被动当中 当然在实盘当中 我们不会在意 这200点的一个波动 好 明白了 那么跟汪洋交流一个 比较更加现实的问题 今天应该说比较热门的是属于 怎么说呢 性创 东数西算 因为我看到那软件 有的里面列的叫性创 涨得很好 有的是叫东数西算 涨得比较好 有的上写的叫做数字经济 比较好的板块 其实你把那板块打回来 就同样一批几个股 就那几个股票在涨 涨完以后 它列到不同板块里 都算这里面 那么算 我们再统计算一块 你对这个怎么去看 其实东数西算 其实我们应该是 它这个概念 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 至少是一个 五年以上的这样子的 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周期 所以说我们东数西算 其实是分阶段的 我们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可能已经基本上 完成了一部分了 我们觉得更多的是 一个电力的这么一个布局 特别是成余地区的 这样子一个电力为主的 这样子一个方式 方向 第二部分来看的话 就是东数西算前面的 一个新基建的部分 也是在最近前面段时间 机械类的股票 一路上涨 也就是他们开工的 这样一个周期 所形成的这样子 那么现在就遇到了 就是开工 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情况 就是造完了以后 那肯定是服务器进去以后 那肯定是服务器进去以后 整个的一个数据的 这样子一个支撑 它会出来 支撑出来以后 才会有一个需求端的 这么一个明显的 这么一个上涨 所以我们觉得 它整个的一个路线 包括节奏 其实是跟着整个市场 市场这个发展的节奏 其实是比较偏向于 对应的这么一个方向 所以说信创 特别是像最近 好像很多的省市 都在开那个两会 好像也都有很多的省市 都提到了 把这个数值经济 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说既然有这样 这个提法 我们觉得在节前 出现一定的资金 去做一个试探 往上冲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比较大的抛压 那么至少从今天来看 没有 那明天冲高 再冲高 往上冲一下 有没有 最近的市场里面 我们会发现 就是整个的一个资金池 更加偏向于以前 比较偏向于以前的期货的 这样这个做法 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在涨之前 它会有同样一天 会有多个板块 多个细分行业的龙头 进行这样的一个拉抬 但是并不是 每一个细分行业 它都会涨 它就是一个试探的过程 如果当天 就会出现冲高回落的 那么它可能要调整 再调整一到两周左右的时间 再回去 再做一个试探的动作 如果直接往上走 上面没有压力 那么它就直接上去了 所以说更加偏向于市场 更加偏向于资金的 这样子的种运作方式 其实前面吴老师也说到 就是说 可能我对去年的 整个的一个关键词定义 其实是一个学习 就比如说 我们好像也就近两年 才开始讲 北向资金这个词对吧 那么北向资金 可能大家可能到下半 去年下半年 才刚刚认识到 就是北向资金 要跟股指期货的 这个持仓量 会要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去看它的有效性 才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升高 那甚至今年 可能会有更多的 我们需要看重的 这样子的一些 以前不看重 但是它一直存在的 这样子的指标 会给我们今年带来一些 比较明显的 这样子的一个 投资的方式上面 或者说节奏上面的 这么一个语气 比如说我们去总结一下 最近的板块上面来看的话 上涨的 趋势上涨的板块 有两种 第一种叫进一退一 比如说我们类似于像 像多元金融 像软件服务 就是进一退一的 这样子的模式 当然也有进二退二的模式 就比如说半导体 农林牧鱼 家电 这种就是长两天 非十字星状态 长两天 调两天 再长两天 但是一般来说 如果说它是 进三退三的 这样子的状态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横盘 所以说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方面的 模式方面的 这样这个抓取 每段时间的这么个更新 包括对于盘面的 这个每天认真的复盘 其实是这两年里面 相对来说 就是跟投资者这边 需要有一个 比较明显提高的这一块 那你有没有得到什么 就是通过这一年的学习 也不管进几退几了 有没有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觉得 它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 大家也可以多看电视 多看直播 这样子的 天天看看我们第一开金 对 它其实是 真的是确实是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的 每个阶段的风格 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所以学习 在股市当中 是永远学不完的 这么一件事情 要不断地学习 你要不断地 要学习好的方法 要不断地学习不同的行业 要不断地学习 有些什么新的变化 这就是不论是 这个观众 你们也好 或者是我们这些 台上的嘉宾也好 包括我个人在内 都是要不断地 学习的过程 那当然是 刚才谈到了 这个数字经济 或者说 这个东树西算 今天有些股票 涨得比较厉害 那我提醒大家一点 因为我今天 就翻了一下 涨不靠前的几个股票 我觉得有一点 奇怪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注意到 有一部分的涨幅 很大的个股 就今天涨幅 很大的个股里边 它的企业的毛利 毛利 非常的低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 不论你西数东算 是数字经济好 应该是当成长股来看来的 之所以给高估值 是认为你这些行业 和公司 未来有快速地成长的前景 所以我们可以 给它比较高的估值 但是如果你这个行业 或者你这个公司 是很赚钱的一个生意的话 毛利率应该很高才对 是不是 什么叫做毛利率 我们举个例子 中国股市 我们股市当中 毛利比较高的毛台 90%多的毛利率 啥意思 100块钱的成本 卖1000块钱的价格 100块钱的生产成本 1000块钱的销售价格 这叫90%的毛利率 那么我们看到 如果是说 当然毛台是属于特别的 如果真的赚钱的话 毛台是一个垄断的利润 那你如果去看 那个叫什么 叫伊美 伊美也有很高的毛利率 因为它非常的赚钱 高的时候也靠近90% 80%多的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如果说 你一个成长的行业 那毛利率只有百分之十几 甚至 我今天看到有个公司 百分之十都不到 毛利率百分之十都不到 那你这样能有高成长吗 希望大家能明白点 毛利率高不代表这是高成长 因为它只代表着你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的比价关系 你有可 它只包括了变动成本 没有包括固定成本和财务成本 所以毛利率高不一定代表高成长 但是反过来高成长应该毛利率都高 就毛利率不高 肯定很难高成长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今天看到的那些股票当中 一些现象提醒大家的 在去做这些投资的时候 你还要看一下各个公司的内部的具体情况 好的 我们现在做大展宏图 不知2023春联进行时 现在已经开启征联的这个过程 那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呢 您有哪些感悟与祝福想要分享 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迈向20岁之际 您有哪些想与第一财经的难忘回忆 欢迎大家发送春联作品与联系方式 到第一财经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公众号 也期待您的参与 竹连卷雨 饶春意 东风浩荡 毛九营碑 助风年 股市长虹 2023年是农历鬼卯年 我们期待新的一年 竹连卷雨 毛九营碑 美好生活 绚烂多姿 资本市场 蒸蒸日上 此农历兔年即将到来之际 祝愿伟大祖国分调雨顺 繁荣昌盛 祝愿广大投资者 身体健康 万事顺益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恰值一算 今日要高低 开火焰 今日一开盘 莫要不怕 男生的女生 还是要靠学习和进行 我我的 就撑我了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你可以一天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刷短视频 也可以花大量时间盯盘 了解资讯 但我希望你可以抽出 15分钟的时间来 学习一些真正实用的投资技巧 寻找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方法 这套七天绝金新龙头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可能让你不靠消息 不凭运气 而是通过理性的分析 不断取得进步 不管有没有时间 我都希望你能扫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一起学习这个七天 绝金新龙头 只要15分钟 它会带你学习 股票投资的奖别规律 和13种投资技巧 还有专业的导师 实时互动答疑 也许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不再盲目的嘴掌杀铁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快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吧 欢迎回来 在月初特斯拉宣布了 中国生产的车型全面降价后 从数据上显示 降价以后订单有快速的上升 而随后像问界小鹏这些汽车 也相继宣布了降价 市场预期春节后还会有车企 加入这个降价的行列 那这样的话 对新能源汽车的供应链 有什么影响 我们跟两位嘉宾也交流一下 我先来吧 其实新能源最近的 这样一个关注度还是蛮高的 因为意志关注度很高 在一个大的谈中和背景之下 关注度高是比较正常 能够理解的 也确实它是整个成长当中最被赋予期待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行业 但是新能源确实最近包括归料价格的一个下降 有一些解读是认为 它可能会非常有利于光伏的一个装机量的一个提升 再到这次的这样一个整车的一个价格战 大家可能有一些声音会认为 它特别有利于我们看到整个国内的 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渗透率的一个提升 但是就我个人的这样一个感官来看的话 无论是说整车的一个价格战 还是说光伏上游归料的这样一个降价 其实都对于整个产业链是一个利空的一个信号 而不是一个利好的信号 当然短期市场做出一些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反应 这也正常 因为之前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跌幅 但是我依然理解它是一个偏利空的 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层面 从策略的一个层面 就在今年来说很多的一些策略 他们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是 先做价值 价值搭台 之后的话就是成长会略强于价值 这是听到现在最为普遍的这样一种声音 但是我的观点是有点变化的 我的理解是价值在之前的这样一个修复 这样一个阶段应该来说已经完成 那么接下来在真正的2023年来说的话 如果成长 新兴成长要有表现的话 应该来说是在上半年 而不是说在靠后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因为应该是在上半年 如果新兴成长要有表现的话 应该是在上半年 到下半年就更没机会 上半年的话整个新兴 就是成长股还和价值股 有来回拉扯的这样一种能力 但是越往后时间 越是站在价值股这一边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市场风格的因素 如果是经济要确定 这样一个复苏的话 价值在未来 长期来说一定是占优的 第二个其实在于 整个新兴成长自身的 这样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因素 在未来 经过过去两三年时间 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扩产之后 其实大量的这样一个新生产能 会在后期不断的一个释放 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 再有一点就是估值层面 其实在上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已经聊到这样一个话题了 如果宏观经济是出现了 复苏的这样一个通道 整个剩余流动性 应该是下降的一个趋势 下降趋势的这样一个剩余流动性 其实会对于那些成长股的估值 有明显的一个压制 所以如果新兴成长要有表现 无论是题材炒作 还是单个行业的这样一个突进 都应该发生在更靠前的 这样一个时间段 因为时间对他们不利 对价值有利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框架 因为上周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上周你也是谈到了 要看价值 长期看好价值 其实这个观点 跟我个人是一样的 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我一直很奇怪 你既然长期看好价值 长期看好行级 何苦在于现在这么短期 一点点波动 这不谈了 刚才已经聊过这个问题 这是我个人内心里 有一点点的 不太理解的这么一个地方 同样关于新兴车 毕竟依然是 很多观众朋友关心的事 上周我记得 关于这个问题 也交流过不同的嘉宾 一个嘉宾认为说 我新兴车只看领头 领头的 个别的那几个 有技术含量的 或者说叫做 有技术垄断优势的 那几家个别的顶案公司 其他都不看了 这是一个人观点 另外一个人观点 我在新能源里边 还要深入去挖掘那些 小而美的东西 这完全两个人 完全不同的两个观点 那么同样这个问题 我们有问一下汪洋 你怎么看 大家还是很多人 要盯这个新能源车吗 对 群众的基础 还是非常好的 对 我们给大家报几个数据吧 第一个是 这个特斯拉 在去年的时候 在全美的这么一个 两个都是四季度的数据 这个市占率 去年是占了58% 但是前年是78% 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市占率 在明显的 在美国是明显下降的 在国内 在美国是明显下降的 在国内可能还相对好一点 但是在这个新能车 本身来说的话 对于整个全球的 这个乘用车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占比 其实是在继续增加的 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全球来看的话 去年比前年 是增加了七成 所以说 相当于新能车 这块蛋糕 是在做大了 但是特斯拉 至少在美国这一块 因为其他地方数据 我还没看到 在美国的这一块 其实它的蛋糕 是越做越小的 这个比重是越做越小的 所以就会呈现出一个 类似于像 像百家争鸣的 这样子一个状态 就是说有很多的 汽车厂家 其实更有机会 那么国内的 来看的话 其实更多的 还是一个 大家各有特长的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认为 对于一个概念 或者说对于一个炒作 你出一个新的 大家在这波炒一下 它出一个新的概念 它往这边炒 这个可能性 我们觉得也是有的 但是我们觉得 它更多的是 比较偏向于短线的 或者说是 就是一波炒完以后 整个趋势可能还好 因为从新能车的占比 包括中国 对于欧洲的 出口数据来看的话 去年的一到三季度 应该是出口了 15.5万辆 前年只有8万辆的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增长速率 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 对于这个角度上面 来看的话 整个中国的 新能车的市占比 其实是 不管是从全球 还是从国内来看的话 都是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 蛋糕做大的 这么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觉得 对我来说的话 更加喜欢 退而求其次 就是不管你们怎么发展 反正核心的零部件 几个高端的 这个比较重要的零部件 反正只有 如果是只有 在细分行业里面 就我一家能造 那这个公司那肯定好 不管你们怎么去竞争 对吧 你们降价也好 你这也是倾向于 那几个个别的 那几个有核心技术 那几个龙头公司 对 那我问一个细分的 一个地方 我们注意到就是 最近的关于 电子后视镜 有出的新的 这个国标出来 那这样的话 在电子后视镜的 一个细分行业 是不是有一个 巨大的发展机会 其实这次来看的话 是7月份 好像这个国标 就要正式实施了 在7月份以后 整所有的 这个新能车的 这块来看的话 后视镜 包括边上的 包括后面的 这两个主要的 来看的话 都会变成电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我们觉得 这个地方的一个 增量是比较大的 就相当于 它改了一个标准以后 这整个市场 就完全是一块 新的市场 这是一个 这也就是因为前面的 也是导致前面 有几家 镜片的那个公司 摄像头里面 最贵的那一个 镜片的那个公司 其实莫名其妙 出现一个 在业绩不好的情况下 莫名其妙 出现大涨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趋势 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 其实从电子 后视性来看的话 更多的还是要考虑 它后面的一个广度 和整个整车的 这么一个集成的 这个角度 所以说我们认为 也是比较偏向于 利好一些一体化 系统一体化的 这样子的一些上市公司 所以这条流水线 这条流水线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个先后的 就是最贵的先涨 成本相对来说 占比比较低的 就越来越往后面走的 这么一个状况 好的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 新东西 那么以后的车 以后可能我们看到 那个反光镜都不一样的 都改成电子后视镜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一定有很多的机会 可惜的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很细小的 这个行业 非常窄的一个小行业里边 目前的各种研究报告 好像不太多 各个研究所的 研修的深度还不够 所以在某种上 也带了一定的机会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要注意一点 你自己有新的话 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有可能会有不错的 投资的机会 好的 请不要走开 广告以后我们继续 公行福包上新了 喜迎2023鬼卯兔年 公行福包以非宜兔儿爷 为整体思路灵感 为家家户户 送福送平安 福包内涵 四方如意金 正面圆形取自乾隆 玉笔斗方福字 背面立体小葫芦 寓意和谐圆满 福禄吉祥 小福星不倒翁 设计圆形取自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京尼采素兔儿爷 Q萌有趣 搭配随机作季 麒麟号 平安号 吉祥号 每套随机发货一款 请兔儿爷 就是请平安 宋出尔爷 就是宋福瑞 福星驾到 寄托新春美好 产品在工商银行 各大网点 及手机银行APP 均有销售 大家好 您对目前的投资 还满意吗 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益呢 没关系 今天只要扫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2月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能帮你找到 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 方向和机会 同样资产不同的配置 日后效果会大的相同 80年代 摆摊就能赚钱 很多人没事 90年代 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 很多人没买 00年代 买房就有收益 很多人不敢 抓住时代潮流 可能就抓住时代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还不清楚 不妨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 拿到手去 看一看 当前哪些方向 值得你来投资 今天这份 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告诉你 未来有爆发前例的机会 与其感叹 一直错失良心 不如现在行动起来 立即扫码 领取这份 2023股市投资指南 给自己一次机会 欢迎回来 刚才有观众问 地产 他买了地产股票 好像好久没动了 是不是要把地产股 要换成创业版的 一些弹性比较大的股票 那么我跟小吴交流一下 你怎么看 如果买的是地产开发的话 恭喜你买错了 地产开发买错了 对 因为整个地产开发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占一个政策的 短期的一个提振 所以去年11月份之后 的一个行情 已经有非常明显的 一个表态了 但是最近其实 整个地产链条 是非常明显的 出现了异动的 也就是意味着 其实整个市场的关注度 并不是在 纯粹的一个地产开发 而是在后周期的 那些品种当中 我们现在最后 地产后周期 主要是家电之类的 是这些 家电 家居 装修之类的 我来细分一下 来细说一下 其实最关注的是两块 第一个是 整个的一个枕装 第二个就是除电 这两块 其实现在的一个周期 可以去和 当时16年开始的 一个周期 去做一下比照 大家会发现 这其中是有一定的 这样一个门道的 其实16年当时 类似于除电 这样一些品种 也是跟随人内房股出现 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的 但是当时 如果你去仔细看数据的话 你会发现 当年的这样一个 新房的一个交付 其实它的一个增速 是非常不理想的 甚至是同比出现 一定程度的一个下滑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个力量 去做这样一个推手 是在于二手房的一个数据 在16年之后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 快速的一个增长 所以像类似于枕装 类似于我们看到的 这样一个除电 其实都是非常受益 二手房成交的 这样一个回暖 这一次的一个地产 我们看到了是 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危机之后 然后有三支件的 这样一个托底 那么相信未来的 这样一个需求策 针对于刚需和改善 在未来至少第一步 我们会先看到一点 就是整个二手房 交易数据的 这样一个回暖 二手房交易数据的回暖 叠加到我们看到的 这样一个保交付 都是非常有利于 我们前面说到的 地产链条当中 相对后周期的 这样一个除电 和这样一个整装的 一个品种 所以最近像这一类品种 它们是出现 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的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的是 千万不要买错资产 不要买错资产 有的时候你买错资产 你光有仓位 是无济于事的 就哪怕是相同的 这样一个行业 相同的这样一个链条当中 你也会发现 股价发生 非常明显的 这样一个分化 因为整个地产链条 当中的一个细分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 其实现在你要 做的不是说 害怕踏空 而是说调整 你的一个心态 去好好地看清 这一轮新周期当中 的一些核心 究竟是什么 究竟有哪些能够 比较明显的 确定性的 这样一个受益的 所以我们拿地产 去做了这样一个比方 如果地产要往后看的话 我依然建议大家 就看 除电荷这样一个诊状 好的 当然说起来很简单 你要真的要看清楚 某个行业 哪个行业在未来 是最有希望的 或者哪个子行业 子方件是最有希望的 难度还是蛮大的 蛮大的 考验的就是 像这方面的眼光 那大家很明显 我们现在的地产的政策 是保交付 交付以后呢 首先第一个反应 装修 买家电 买这个 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是比 很直接受益的 这么一个方向 好的 另外一个观众 问一个问题 现在马上春节临近了 好像往年当中 每年春节 都有一些贺岁大片 特别受欢迎 或者说票房特别高 那么今年这个电影 马上春节来 这个电影方面 电影行业 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呢 我们请王阳谈一下 好 陈老师 那么我们先把数据 发一下 就是19年到2022年 整个四年的 整个电影票房 都这么一个数据 从以前到现在 641 然后是220 然后是470 然后这次是 去点是299 也就是说整体 它属于一个 收敛三角形的 这么一个状态 高点在不断降低 高点在不断降低 低点在不断抬高的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说从今天 这个春节党的 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 2023年的 整个一年的这个数据 可能还是比去年 299要高很多的 因为整个的 这个逐步开放的 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生活回归正常的 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对 整个的这个 这个传媒娱乐 还是比较乐观的 包括我们这次 好像大年初一是 一共要上六部新片 而且各有特色 有导演很厉害的 有这个 有这个演员很厉害的 有这个演员很多的 名演员很多的 对吧 包括还有那个 阿凡达2 还在那个续映的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认为 对于今年的 春节赫岁党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对于 这些方面的数据 其实我们还是处于 一个比较偏乐观的 这么一个态度 好像国票走的一般 我感觉 很可惜就是 今天已经涨了 其实就是前两天 在说布局的 这么一个节点 其实从去年11月份以来 我们看到除了 核心资产的一个 确定性的一个 估值修复之外 其实整个市场当中 涨幅最高的一个品种 都是一些机构 持仓非常低的品种 其实主要是集中在 我们看到TMT当中 包括计算机 包括传媒 这当中是有大量的 有弹性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其实机构 仓位比较重的地方 我们当时也做过判断 它很难有太大的一个表现 反倒是那些 暂时来说无人问津的 就是没有机构 问津的地方 很容易出现弹性 也就是有机构 新进入的 那就是弹性就出来了 是这个意思吧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火花吧 可能就从机构 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仓位 出现 明显的这样一个 仓位的一个修复 这一块可能机会就是最大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之前看到 计算机的一个涨幅 非常不错的一个原因 所以再往后看到 整个二三年 我们依然抱有相同的一个观点 就是机构持仓的 这样一个数量 持仓的一个占比 会非常影响 相关行业的这样一个弹性 一般来说 机构很少去关注的一些地方 反倒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还是那句话 千万不要买错资产 吴俊仁提醒 这个很重要的这一点 因为你机构已经 大家已经买好了 放在就等着抬轿子了 那还哪有谁来帮你推呢 这是比较难的 那相对来讲的话 有某些行业 或者某些股票 本来机构少 然后它新进去了 开始他们开始买了 那个股票的弹性自然很高 所以有一种 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大家去研究一下机构 在各个行业的仓位配置 哪些属于它低配的 然后加上 就是哪这些低配行业当中 哪些有可能成为 它从低配向标配方向走的 也许这里边就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个人的一点小经验 仅供大家采访 好请不要走开 广告以后 我们进入到明日前瞻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 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大家好 我是陈述 2023年是老凤翔 175周年华诞之年 至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我在这里 恭祝全国人民 全球华人华侨 新春吉祥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Citizens 想赃 这是我们下宜的 olha 口称 我在这骨头 红尔 眼 Nicholas 天 眼 眼 人為高清新 歡迎回來 下面我們進入到明日前瞻 也別說明日了 明天是周四 周四周五還有兩天 最後春節前的這兩天怎麼辦 芒芳吧 我們覺得還是 明天可能還是震盪為主 但是明天等到兩點半以後 可能會有一些 資金會是做一個偷襲的動作 甚至是禮拜五 還會對於某一些板塊 會進行一個拉抬的 這麼一個情況 但是從指數上面來說的話 可能最後兩天平穩收官的 概率會比較高 明天會不會壓力會比較重力 如果接下來有人想走 是不是會都在明天走 從股指期或對沖角度上面來說 不大 力度不大 空頭的力度不是非常大 幾個比較看好的細分吧 我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一個是我們汽車零部件 前面我們前面也說到了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我們覺得是在 類似於像電纜 包括網絡網線 網線就光纜 電纜網線 電纜和光纜這塊 包括在碳纖維的這塊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 日線甚至是60分鐘上面 多空這個時空框架相對等的 但是可能在基本面上面 沒有那麼的強 就是它整個技術面相對來說 比較看好的這一些 值得大家去做一定的 依稀的把握吧 因為有些都已經是 已經有些都已經掌上去了 好 這時間沒有了 有時間的話 我很想跟你交流一下 為什麼談到那麼細分的 像電纜網線啊 這麼細分的一些小子行業 可惜今天時間不多了 我們來不及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九方字頭的 投資者保護公益小短片 這是金插看多 這是死插看空 這是阻力位 要小心了 這是什麼玩意兒 好厲害的樣子 這就是金線 指的是當天往前 推相應時間的平均價格 MA5指的就是5天內的 MA10就是10天內的了 這就能算果嗎 這是技術指標 可不是什麼算命 簡單來說 G線組成的各種形態 代表了不同的市場預期 比如這是金插 就代表了看多 反過來變成死插 就成了看空 配合K線的時候 還能判斷它的 壓力位和阻力位 學會這個我豈不是無敵了 所有的技術指標 都是我們做決策的依據之一 我們還要綜合考慮 企業的發展潛力 市場情緒等等 家人們要去看懂這個 誰還找我算股啊 酒方智頭提醒您 掌握交易規則 控制風險做理性投資人 歡迎回來 那儘管這段時間 這個我們的嘉賓的觀點 很難達成一致 有人看多也有人看空 但是股市當中 畢竟幾乎都淪了一遍 不論你是做價值的 還是做成長的 多多少少股票 都會有上漲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說開心追蹤了 馬上還有兩天過年了 大家也不需要太糾結股市了 過一個好年吧 玉兔城翔新起點 風華眾貌 展紅圖 第十三屆春雨新任 春聯進行時 開始爭年了 讓我們用春聯 回望第一財經二十載 讓我們用春聯 祝福兔年A股 大展紅圖 發送春聯與聯繫方式 到第一財經和證券節目 微信公眾號 最終優秀的春聯作品 將獲得新春盼禮 2023第一財經 辦理玉兔城翔 這是一個關於它的傳奇 北京時間十二連整 北京時間十二連整 每一個它都在蒼茫的土地上 孕育生命的希望 每一個它都在科學的春天裡 破土而出 向陽生長 每一個它 頭頂蒼穹 腳踏實地 每一個它攻堅克難 百折無悔 新季火船 代代相承 春風話雨 生生不息 我的研究領域是 高性能船舶推進技術 我們做了十年的 船軍人員隊 面對的是我們的 這個國家重大戰爭區域 我主要從事的是 網路安全的研究 城市軌道交通 地鐵設計 每一次衛星發射任務 能夠圓滿完成 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榮耀 我經常帶著孩子 仰望星空的時候 我又會對他說 天上有十二顆星 是媽媽曾經參與研製的 探索沒有知道的細節 都是科學 都在盡有責任 每一個值得尊敬的它 都會長成一棵參天大樹 守護人類前行的未來 哈嘍大家好 最近看到很多股友說 炒股總是把握不好 入場時機 有沒有什麼靠譜好用的指標 推薦一下呢 今天分享的烽火戰法 相信老股迷們都很熟悉了 這個指標專門捕捉短線良機 從4000多隻個股中 篩顯出形態良好的短線機會 提示你買入加倉信號 現在掃描屏幕上和二維碼 就能領了 烽火戰法用起來很簡單 沒有複雜的資料 只要參考指標提示操作就好 出現火炬就建倉 出現火堆就加倉 你看這裡出現了火炬買入信號 就可以先跟著打點底倉 接著又出現了火堆加倉信號 表示個股會將快速拉升 這時候就可以考慮加倉 有了這個指標參考 是不是就能更好地把握主升行情了呢 烽火戰法讓交易更輕鬆 好不好用 你到手試一試就知道 趕緊掃描屏幕上放二維碼 來看看自己手裡的股票吧 該將球 bal便 手 uhm 不正松 趕緊掃描屏幕上烏地 印刷巴